好 我們繼續來到雲林縣 這裡胡偉鎮的廟宇德新宮 因為年久失修 有安全上的顧慮 已經在日前動工修建 不過在維修過程當中 卻有不少百年歷史的雕刻 梁柱和壁畫都被拆除掉了 讓地方的文史工作者 看到了相當捨不得 為了安全顧慮 雲林縣胡偉德新宮 打算花七百萬 整修廟宇的鎮店 不過在維修過程中 卻將有百年價值的木雕 要和壁畫都拆除 讓來廟裡拜拜的民眾 都覺得相當可惜 廟方表示 這些壁畫 和木雕是在民國三年改建 但因為目前沒有被讓入古蹟 包商就直接拆除 引起地方文史工作者不滿 認為這些建築 不論是哪個連帶 在建材和工法都有不同 很值得珍藏 包括中央 包括地方的文化處 其實大家都在推皮球 那地方認為還未提爆古蹟 所以不在他們的管轄範圍 所以就會造成今天 一個遺憾的事情 我們沒有任何的機制 全台灣都沒有任何一個文化局處 敢這麼說 他們有百分之百的監控 那我們也只能第一個 在正常的管道之下 我們來鼓勵 雲縣府文化處表示 目前已經請專家現場會刊 停止任何整修工程 廟方也同意全力配合 決定未來的整建工程 會維持現況進行修護 文化處也會全力協助廟方 來納入文資保護系統 記者文雄雲的報導